好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左老师 当然另一头大陆方面也已经开打 针对美国的晶片管制 大陆向WTO提起了诉讼 大陆商务部就在昨天12月12号 WTO提起了诉讼 说希望美方能够放弃零和的博弈思维 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扰乱晶片等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交流等等 维护中美的正常往来 然后所以提及了诉讼 然后另一头我们看到了 彭博社也报道说 不但是美国 日本跟荷兰也原则上同意 也要加入美国的行列 要加强对中国大陆出口 先进晶片的制造设备管制 当然你像WTO提出诉讼 旷日费时 接下来它是有六个月的一个 60天的时间 美国有60天的时间 可以进行磋商 如果这60天就两个月当中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大陆就可以正式要求WTO 要召集专家组成委员会 进行审查 那一审查就是好几年了 所以温亚佐老师 这个动作 你觉得它的主要含义是什么 因为看起来面对 立刻已经打得 如火如荼的晶片法 还有各方的制裁下 感觉上是缓不济及 不过Sony技术负责人 他认为 有美国主导的晶片制裁会短暂 他觉得影响是短暂的 他认为中国的采购能力 在未来 中国完全有可能在AI的领域 扩大全球影响力 所以他觉得不管你怎么制裁 美国在中国的AI 超级电脑的发展 他觉得还是徒劳无功挡不住的 你怎么看 我认为大陆此举最主要是要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也就是在实际上在产业上 他没有办法阻挡美国对他的禁止 或者是对他的制裁 但是他在多边主义这个战场上 他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大家知道现在因为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因为美国拒绝任命法官 所以说已经停摆了 那么大陆跟欧盟还有大概 总共大概20多个WTO的成员国 就组成另外一个临时性的 这个多方仲裁安排 多方仲裁的上述安排 那么现在大陆是这个 安排的一个成员 但是美国不是 所以你这个诉讼 在WTO真的打下去的话 最后会发现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机制 美国不是成员而大陆是 所以将来走下去的话 美国会立于不利的这个地位 那美国就面临一个选择说 他要加入这个机制 或者他继续在外面 那不管他怎么做选择 其实都展现出来说 美国是影响到 WTO机制运作的一个阻力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 希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在实际上的产业移动上 因为美国跟他盟友的关系 他有办法通过有形的 无形的压力 让他的盟友 不对大陆出口晶片 或者晶片的制造设备 但是大陆可以在多边战场上 能够取得道德制高点 不过你看到这个 大家会不会觉得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政府一直提出来说 我们对于这个大陆 禁止我们农产品出口 我们向WTO申诉 不排除向WTO申诉 结果网友就问 我们网友都非常聪明 说那么到底申诉结果如何呢 结果最近政府说什么 他政府说 我们政府提出了 叫特别贸易关切 你看按照现在这个 这个电视墙上讲 60天之后 如果没有办法磋商 就要进入专家组的这个审议 结果我们政府 经过了将近两年 都没有进入这个程序 所以所谓像WTO申诉 根本政府是玩假 对啊 是不是 根本是政府玩假 否则你60天 就可以开始进入专家 委员会的程序 为什么所有农产品不是到申诉吗 申诉到现在呢 后来政府说了 他说这个提出了 所谓的特别贸易关切 什么叫特别贸易关切 就是大家在开一个会议的时候 我在这个会议上表示说 我对大陆这个做法有意见 这叫特别贸易关切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 你事实上你应该正式的 按照WTO的申诉程序去处理 对啊 但政府完全没有做 其实我刚才讲到台积电 我要另外提出一个事情 提醒各位观众注意 到底台积电去美国投资 政府有没有同意 政府同意的条件是什么 这里头其实我特别要 要请大家注意 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国发基金是台积电 最大的单一股东 虽然持股很少 只有6% 可是他是最大的单一股东 这一次台积电 美国厂开工 这个龚明星还特别去了 他就是以股东身份 但是我特别要给大家念一段 这个是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叫可避免的战争 可避免的战争 那么在这一本书的第386页 他讲了一句话 在386页的第一段最后三行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和美国同意扩大合作 将供应链迁往该岛 作为交换世界上最大的 晶片制造商台积电 同意在美国设置价值 120亿美元的制造工厂 为美国敏感产业提供晶片 所以说按照这一个书里头 所写的 大家看到这是386页 那按书里头所写的 就是当初政府同意的 政府有一个交换条件 就是美国要把他的供应链 美国要把他的供应链 有一部分的供应链 要搬到台湾来 所以作为交换台积电去美国 那么我希望政府官员 能够出来回答 到底是哪一个产业 哪一个供应链的部门 是要搬到台湾来 搬来了没有 搬来了没有 因为这里头牵涉到的是什么 因为台积电去美国投资 这是2020年5月做的决定 那个时候是美国川普政府 按照这个书上写的是 蓬佩奥国务卿 那个时候去促成此事 那么当时蓬佩奥答应的事情 拜登政府做不做数 拜登政府有没有履行 到底是哪一个产业的 哪一部分的生产供应链 进入了台湾 所以我们政府才同意 让台积电出去 是什么武器 武器供应链吗 这个我觉得政府要交代 因为这个是这本书上写的 这不是我自己讲的 这本书上写的 这本书的 这本书叫做可避免的战争 是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写的 在386页写到了这段话 蔡英文政府要告诉我 你去问陆克文啊 不是我说的 假新闻 那要请政府去回答 这个 书为中介华把他抓起来 认知作战 政府要去回答 如果这是假的 那政府应该表达抗议啊 把陆克文抓起来 对啊 因为这是陆克文写的 大家都在台湾有出版啊 这是中意本啊 蔡委员说这个 左教授是陆克文同路人 是吗 那你同时解读一下好吧 一方面这个 两方面的这个 金片贸易大战 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二方面 往来也很密切嘛 对 拜计会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国安会啊 还有这个国务院啊 高级官员又访问了大陆 就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 当然主要是为了明年的 那个布林肯访问大陆做准备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陆跟美国 大概是有这一个基础的共识 就是说双方竞争的地方竞争 但是合作的地方还是要合作 而且双方都没有意愿 让双方走向冲突 就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 那么在不希望发生冲突 这样子一个非常脆弱的共识基础上 双方会采取一些外交上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大陆还是希望美国 能够履行拜习会上拜登对习近平的一些承诺 那美国当然也希望维持住台海的和平稳定 所以这是我认为双方的有一个交换的基础在那里 那么才有这些外交上的互动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在经济上的竞争 会继续进行 那么当然大陆也有它的一个底气 就是说它在经济上竞争 因为它产业的规模也好 它产业的技术也好 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它也可以跟美国继续竞争 所以竞争的地方竞争 那么合作的地方合作 所以大概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当然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是有一件好事就是说 如果两强能够沟通 能够坐下来谈 其实台海的情势就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对啦 中美关系越好 这个台湾越安全了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